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还是既上周总论还没有讲完的部分 进一步再来跟大家交流 那我们请丽丽来把它念一下 二 原始点医学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精髓一致 虽能代表古典中医智慧的 是两千多年前皇帝内经中的十六个字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若能充足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而无体伤 即是正气存内 身体无致病之因 此时虽有病邪之缘 此因比缘不能和合 故邪不可 故邪不可干 反之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 而治病 必是热能不足 且有体伤之故 在诊疗上 中医所强调的是 辩证论治 故本培缘 即是通过辩体质及药性 以采取恰当方法 改善体质 辅助人体正气 使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身体才能免于疾病的威胁 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 这第一段很显然 就是都在谈中医 那中医最具代表的 当然就是《黄帝内经》 那《黄帝内经》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十六个字 也就是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咒 其去必须 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而体质好 即便外面的环境的变迁 还有一些 譬如工作压力啊 情绪的变化 而因为体质好 那因好 自然即便有恶元 也不会产生疾病 那这个正气 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抽象啊 那 如果以原始点来讲 这个正气 就是我们说的 组织器官要运作顺畅啊 还有具体代表就是热能 要能够把这些组织器官推动 要让它维持正常的状况 这个我们原始点的看法 这样比较具体 那这样也就足以来解释这一段话语 也就是 病邪之所以能入侵人体而致病 那当然就是体质你有问题的 也就是正气不足 那正气我们就 换过原始点的讲法 那就是它必然有热能不足 及体伤 有了这样的恶因加上恶元 那自然就会产生恶果出来 也就是疾病症状就会产生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下一页 在诊疗上 中医他的诊疗还是以症状作为 主要对象 那中医 如何来辨证论治呢 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中医是以四诊心法 四诊心法就是望闻问切 通过这四个方式 然后再进一步来变体质 那变一般变体质 主要还是以辨证八纲 辨证八纲就是阴阳 虚实 寒热 表里 通过这八项 来看他的体质 是偏虚 偏实 偏阴 偏阳 偏寒 偏热 偏表 偏理 他有了这样 这套的辨证之后 然后才来论断 这个病应该怎么样来治疗 我们称为辨证论治 那过本培炎 无疑的就是强调改善体质的重要 那一般还是 在我的理解上 还是以温补 最能够补到我们的身体 比如中药很多 补身体的药方都非常好的 比如十全大补汤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那另外还有什么 八真汤 四物汤 再来补气的还有补中益气汤 甚至还有贵妇八胃丸 这些都是温补药 那这些温补药 你必然要通过这些辨证 然后还要了解它的药性 那我们了解了之后 就可以采取这些诊断的方法 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也就是这些体质 就是 原始点讲的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在中医讲的就是 辅助人体的正气 有了正气阻 当然就不怕恶言来伤害身体 那这样使组织器官 就能够恢复到正常运作 而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也就没有体伤的问题 那自然身体就能免疫疾病 这样就能达到 身体自我修复的目的 原始点跟中医比较强调 身体自我的疗异 那西医是比较强调用药 怎么来改变这个组织器官运作 两个思维是还是有差异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请莉莉再把它念一下 代表古典西医的是西方医学之父 古希腊的医圣 希伯克拉底 Hippocrates 约西元前460至前370年 他有几句经典名言 一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Nature forces within us are the true healers of disease 2 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愈力 是获得康复的最大力量 The natural healing force within each of us is the greatest force in getting well 3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什么病 更为重要 It'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what sort of person has a disease than to know what sort of disease a person has 好 我们就来先看这三句话 我们从第一句来看一下 我们体内的自然力量 是真正的治疗者 这一句话跟现在的中医 跟原始点就非常一致 原始点强调 我们人体本来就有自意力 修复力 那你只要给它对的东西 比如应该温补的啦 要它运动啦 心情要调整好 类似这一系列的 就能够让我们这个自然的力量 发挥出来 来达到自我疗医的目的 所以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 西医早期的说法 他们的智慧跟中医 还有原始点是一致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谈的也是这样 这里每个人体内的自然疗医力 是获得康复最大的力量 那这一句话也跟第一句 意思是一样 再一次强调 自愈力的重要性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句 第三句最重要的是谈病跟人 也就是第一个谈的是 什么样的人得病 比知道一个人得什么病更为重要 那这一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如果以原始点的讲法就是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以人 人是更重要 也就是强调 个人的自愈力修复力 那这一个人为什么会得病 那这个就探讨他的生活习惯种种 那这个比治病 你要把它改善更为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他为什么会得病 然后从得病之后 我们应该了解 他的体质是怎么样 了解体质了 也就是所谓的体质 就是我们说 他的体伤 譬如是在他处还是患处 应该从 生肆穴位 还是按推原始痛点 还是用药 还是用灸 类似这样 那你了解体质 你就知道要怎么用 而不是强调 一定要从果来治他的病 然后 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 原始点比较强调从果推因 这一部分 比较重视体质 那这一句话 其实跟原始点中医 都是强调体质的话语是一样的 而不是强调 那个病有多少种 他得的是什么 比如说流感啊 或是癌滋病毒啊 这些病名类似的 这些不是特别重要 而是要了解怎么样来改善他的体质 所以 知道什么样的人 得病 就是什么样的人 他什么样的体质 得到病我们怎么来处理 比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名 那就当然就更为重要 所以这一句在我的理解上 还是强调体质 也就是中医的正气 原始点的 知道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这个更为 就是更加 比知道病名更为重要 所以了解了这样的背景之后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 请丽丽 因此 他的医学思想核心 也是基于人体自然疗愈力 强调采取有助于人体 自然预付的措施 是治人重于治病 与以人为本 辩证论治的思想 是相通的 所以从刚刚这一个话语 也已经很清楚了 这些早期的医学思维 不管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甚至现在的原始点也好 其实都是一致的 非常强调体质的重要性 也强调治医力 本来就可以帮我们修复了 所以 你以其治病不如治人 也就是简单的讲 你要从果解决他的病 不如先改善他体质的因 这样来理解 那就跟原始点的以人为本 或中医的辩证论治的思想 那就完全相通了 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从思想根源上说 古典中医西医都是内疚的 以身体的免疫力 治愈力为中心的医学 所以从刚刚的理解上 已经非常了解了 早期的思想根源 其实都是一致的 那以什么为最重要 就是以我们身体的 免疫力 治愈力 这个为中心的医学 那这个免疫力跟治愈力 也是以西医的名词来解释了 那如果以原始点 我认为就是体力 体力就是免疫力 就是治愈力 也就是当你体力好了 你的免疫力 治愈力 甚至修复力 抵抗力 就会变好 但你体力一旦变差了 所谓的免疫力也好 治愈力也好 甚至还有修复力 抵抗力 种种一切都会变差 所以这里已经涵盖过 如果以原始点一句话 就是体力 所有的医学 应该以体力为中心的医学 那以中医来看 就是体质 就是正气 那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 下一段就比较长 就是以原始点 它的整个研发过程 还有它的理解 对医学的理解 还有包括对中医的一些看法 到最后 这一段的后面 也把西医的一些 跟中医的一些 如何更有效的 来帮助人们的一些疾病的修复 然后让这个医学能够更容易的推广出来 甚至走入民间 走向生活化 那下面这一段要谈的 都是这样 那我们请莉莉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医学 则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切入 通过实证 发现没有医法 也没有医药 可以单独治病 所有的手段只是一种源 终需内求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源 必须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使体伤及热能不足 得以改善 从而达到防治疾病 促进健康的目的 这个独特发现 正与古典 终以西医的智慧 不谋而合 有为可贵的是 通过一条脊椎 于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不仅可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灭于瞬间或无形 达到致乙病 或致未病的目的 还可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上位置 使诊疗可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所以在此基础上 逐步发展出可分辨疾病轻重的诊疗方法 此机轻重症应以按推原始痛点 或患直痛点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应以热源之姜汤 姜粉 姜粉泥 直接用于提伤位置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如此 才能针对病情 改善提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有病可疏于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亦可强身增寿 使中医 雇本培缘 及上公致胃病的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由于原始点医学 在按推与热源应用上的突破与创新 因此 才能波云渐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基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并从生活中 以医疗保健之源 所做出来的众多案例 进一步证实了热相症状 并不表示热性体质 因而得以将中医经络理论 四诊心法 及一针二九三用药 进行全面的简化与改良 使其脱胎换骨 形成了诊疗合医 以及更易普及的 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保健医疗方法 这一段蛮长的 我们就从这一段的开头 我们逐字逐句来 帮大家解释一下 那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它不是讲出来的 从上一堂我们已经把 这个整个原始点的研发过程 都已经谈得很清楚 它是放空之鉴从零开始 一点一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好 那它是透过刚开始就是 生汤啊 内热源 再来就是在人体上找出压痛点 也就是最后找出一条脊椎七处 类似这样 然后再来进一步再发展到外热源 这个过程中 都是实作出来的 有了实作之后 理论才慢慢一点一滴的完善 好 那我们通过实证 就发现 没有一法也没有一药可以单独治病 理由很简单 这个太强调法或药 就是强调盐 那盐如果没有通过因的改善 你疾病是不可能好的 就在我们医疗保健之言 也有这么一段话 也就是 如果你只谈汽油的盐 而不谈那个通过汽车 空调系统运作的因 然后就说能产生 那个冷气出来的果 那这个是行不通的 汽油怎么可能变成冷气呢 它还是要透过因 也就是要汽车里面 空调设备的运作 那这样发动 你才能够产生 那个冷气出来 而不能直接就说 冷气就有一种 不 汽油就有冷气的功用 那甚至进一步说 只要你汽车加了油 那就有冷气 还有空调系统的 冷气音响系统 还有甚至导航系统的 诸如此类的功用 这是说不通的 如果汽车里面没有这些设备 你加了油 你还是不能有这些功用 如果有那你买汽油来 不就可以听音乐 吹冷气 然后还有导航的吗 这是说不通 所以我们也从中已经发现 你盐不管任何的法或药 你要处理疾病 还是要强调身体的作用 那个别的体质 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也就是中医 为什么要辨证论治 还有原始点 要通过诊疗方法 也就辨疾病轻重 甚至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来达到 而不能只有说 哎呀药有多 有什么治病的功效 这样说是有一点偏颇了 逻辑上也有一点问题 盐不等同于 马上就能影响我 也就会影响疾病 它必须要通过体质才有办法 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原始点第一个就提出来 确实从实证上 没有一法也没有医药 可以单独治病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进一步把它说清楚 所以所有的手段 我们这里特别强调 只是一种盐 那这些盐能不能发挥功效 重点在于要内求于身体 是不是有正常运作 如果身体没有正常运作 它不能吸收 光靠这些盐 也没办法产生作用的 所以这些盐 还要透过身体正常的运作 那正常要运作就是 组织器官要运作 还有一个 就是后面的推动力 那有了这样 这样的盐 才能提升我们人体的体力 也就是免疫力 制疫力 然后使我们的体伤跟热能不足 都可以来达到改善 那这样我们要得到健康 就很快 值日可待 所以从而达到防治疾病 不只可以治疗疾病 这里还强调一个防 也就是预防疾病 然后来达到健康的目的 这 再看下一页 这个 这个独特的发现 正以古典中医西医的智慧不谋而合 怎么说呢 因为中医也是强调体质 强调正气 那西医早期的智慧也是一样 它强调人体的自然力 自然修复力 这不就是讲的都是同样的话吗 体质是最重要的 所以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 原始点的更加的特色 也就是原始点更可贵的是 它在早期通过按推压痛点 找出的一条脊椎 脊漆处 它不仅可以快速的 就是解决我们他处体伤 这个上一节也有讲过 体伤有分他处跟患处 也就是按了有效的 我们称为他处体伤 所以你只要按了 也许一两分钟 如果比较复杂的 甚至三四五 三四分钟内 有时候也可以解决 比如说背部啊 腰 腰背部啊 整个 那你推下来三四分钟 也可以都按到 类似这样 很快就可以 使疾病怎么样 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也就是你如果有疾病 那你按一按 你就可以解决症 那如果按了有痛点 那这样你把痛点解决了 也可以 让这个恶因改善了 那以后有恶元来 还是不会得疾病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那这一个就有一点 像中医讲的 正气逐则邪不可干 原来靠按推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 我们要的 有病就可以治疑病 那如果没有病 也可以达到自慰病的目的 那进一步 这样的一条脊椎脊七处的按推呢 还可以达到诊断的功效 它不仅可以诊断出 疾病或未病的体伤位置 也就是你 只要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按道有压痛点 这个压痛点就是体伤位置所在 那如果它有疾病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的 涵盖范围的疾病解决 那如果它还没有产生疾病 而已经有体伤了 那你先把它解决 那当然就可以处理未病 所以等于原始点 它是可以 不管你有病还有没有病 都可以找出它疾病之因 这个就是诊断 那等于它在治疗的过程中 同时已经具备了 治疗跟诊断 所以它仍使 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 然后一次就是这样到位 也就一步到位 这是医学发展的一个 算是空前的进步吧 因为过去也没有 所谓的诊断跟治疗是合一的 包括现有的医学也没办法做到 你做了很多仪器检查 检查完了 可能好几天了 然后才看这个报告 然后再来研究 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来处理 那中医也是一样 中医你透过四诊心法 望闻问切之后 你才要开始进一步来思维着 这样应该我们用什么方 什么药 是要用一针还是二咎三用药 哪一种方式来对治这个病情 那原始点不是 它在按的过程中 既是治疗 然后已经是诊断了 而且治疗的过程中 不只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达到自慰病 这个是之前所有的医学 完全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这个是让整个的医学 诊断跟治疗 更容易地融合在一起的 这我说 对整个医学的发展 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吧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也就是原始点一开始 就找出一条脊椎七处 所以他在此 在这个基础上 慢慢把诊疗 诊断与治疗 如何融医 然后应用到临床 然后最重要的 就是发展出 变疾病轻重的诊疗方法 那这个在诊断与治疗 就讲得更详细的 变疾病轻重 是要变什么呢 也就是到底这个人 有没有体力虚弱 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的医学 真正都要内求于 自我的治疑力免疫力 那这个就是体力 那同样你在治疗疾病 也要看 这个人体力够不够 如果不够 那你要治疗上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比如 他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比如面无光泽啦 异常疲惫啦 讲话有气无力啦 甚至发烧腹泻 这一系列都会让热能严重消耗的 到最后甚至腹水 只要有这些 那就是重病了 那重病 如果没有这些 那就是轻重症 那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不大一样的 比如这里就有提了 如果是轻重症 你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那只是一般的轻重症 那你以按推就可以解决了 那按推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我们说按推原始痛点 是解决他处体伤 若无效 按推无效 那这个病症就是属患处体伤 那你一定要在患处周围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然后配合外热源 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轻重症解决 那再进一步讲 如果他患者已经出现了 体力虚弱的病症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重病了 那重病他的处理方式不是先按推哦 因为如果你重病 如果他已经很 显向已现或命危 到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还按推 很可能热能消耗的更严重 甚至就会 甚至危急生命都有可能 这个要特别注意啊 所以重病我们的处理方式 一定是先用热源 那在前面也有讲过 中医有一个观点就是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你到重病已经影响到生命的时候 那为了保密 一定要先以热能 那要改善热能不足 一定是要重视热源 所以这里就提出来 重病你应该是要以热源为主 那热源具体在使用上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姜的应用 包括姜汤啊姜粉啊姜粉泥 这些都可以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譬如热源有分外热源跟内热源 就像中医有灸跟药 灸就是外热源 那中药就是内热源 一样 那原始点 它在应用上也是这样 如果你内热源 那要直达体伤位置的时候 它必须要借由灌肠啊 还有洗眼 喷鼻 喷阴道 把这些姜这样直达到患处体伤 就可以改善 那如果当作外热源呢 你可以在不管是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 可以大面积的涂抹姜粉泥 来达到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所以这些重病 它特别强调的是热源的应用 然后以热源为主 先改善热能 让他的命先稳定 然后才来考虑解症的问题 那解症当然还要配合按推啦 按推是特别重要 因为体伤也会影响热能 他们彼此复为影响 那按推就是前面讲的 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于患处痛点 那还要配合 因为到已经重病了 还要要求患者 一定还要配合运动 充分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这样来辅导 那这样重病也可以 很快的让它恢复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幻灰 看 forward Jery 我想